现在可能所有的网友都在讨论这个柯P的存折 因为这个陈佩琪夫人已经在脸书上秀出了这张 连印章都拿出来的 意思要告诉大家 我们存折里面要够有百多万 所以议会说什么 95万要柯文哲这个自行负责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这是这样的意思吗 佩芬姐 那当然网友眼睛也很锐利 说这是不是意外曝光了柯市长的这个薪资条 17万块 是不是有这样 当然现在网友们是热烈的讨论 那佩芬姐怎么看 这个陈佩琪医师 真的也是花招很多 其实我想要从两点来讲 我先讲陈佩琪这个 你知道陈佩琪 我记得2014的时候 她选市长的时候 你知道吗 很多绿营的朋友 真的很喜欢她 觉得她真的很直帅 然后真的是很可爱 可是你知道 看她越做越奇怪 像这样的事 第一个感觉上 我就在赌气 你们要整我老公冤枉 对不对 然后而且又来找茬 老子我就可以 我家就有那么多钱 我老公光是薪水就有 对 她在赌气 所以就把存折拍给你看 连印象都放在那边 就给你赌 有需要随时拿走 对 你不要以为我拿不出来 就来整我老公冤枉 他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那个赌气 可是就是说你政治人物 不管你是本人 或者你的家眷 真的不可以这样子 你知道吗 因为你除了现在当市长之外 你将来还要选总统 你想想看一个第一夫人 这个样子不吓死人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 不管你是本人 或者人家眷 真的要谨言慎行 就是说你做这件事 没错了 我知道你拿得出来 因为你老公薪水那么高 然后你也赚钱赚那么多 可是这种行为 真的大家就很奇怪 就会觉得 这种人怎么会这样 所以后来 你知道当初早年 很喜欢他的那些人 现在就越走越远 那当然就说 未来你说克文哲 要选总统的时候 他那个陈佩奇可能还有更多的招数出来 再加上他那个父母 他妈妈也很厉害 那另外就是刚刚讲到郝龙斌 说蒋安 你最好跟朱立伦分远一点 你知道吗 很多名嘴 还有一些男赢的名嘴 甚至说 国民党真的是个烂党 你知道吗 所谓这个烂党 就是你党内 自己的玻璃板 你郝龙斌 你不管怎么样 你也做过台北市长 还做过副主席 讲这种屁话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我觉得 你知道就算朱立伦 今天这种很多东西 坦白讲了 朱立伦当选了 那个主席以后 声望会一直被打成这个样 其实都是窝里板 民进党还没有开始攻击他 你看他这一路走来 民进党没有人打他 全部都是国民党里面的人 什么张亚忠 什么赵少康 还有名嘴在节目里面公开说 你们绝对不要去投蒋王安 因为投蒋王安 我很怕他当选 因为他当选就是朱立伦赢了 朱立伦赢了以后 国民党就赢了 这有什么东西吗 然后说蒋王安真的不行 换韩国瑜上来好了 然后韩国瑜才会打赢这一仗 所以他们在说 国民党是个烂党 成员这样 那你说一带一路那种 也就很正常 那里面还有很多两岸和平 来往的组织之类 那更多了 他现在只是找出了这些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今天 支持者是这样的叉叉 一个党又是这样子烂党的话 你说这个将来还有希望吗 不管你是谁出来选 你将来都没有前途 就算你讨好中共 老共会把你看在眼里吗 坦白说老共现在眼中 可能看民进党的分量 比国民党大 因为你国民党 从年刚刚讲 从连战开始 就在那边什么果菜公司 去赚钱 两岸什么之类的 当然你说民进党 有没有跟中国来往 当然有EQFA里面 你要就把它删掉 然后你也有水果卖去 可是我觉得这种原则 就是像国民党这样的党 我真的很少看到 当年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党 那表示你们就是一群烂人 才会去参加这个党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政治人物 你不管你现在卸任没有 谨言盛行 我刚才佩芬姐讲 这个韦杰议员在旁边 可能一直直冒冷汗 这个我们简单请韦杰议员 有两个问题要向您请教 第一个就是刚才佩芬姐讲 国民党是不是选战打到现在 已经在内乱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讲外面现在要挑战的柯文哲 人家柯市长后面的夫人 真的是很强势 这个柯文哲一出事 这个议会说 95万你给他想办的话 人家夫人马上就拿存折出来了 来议员 当然我想其实我觉得 从我们二零二零年败选之后 在立任的江主席到现在朱主席 那当然党内的路线 一直还是很分歧 那所以我都我都会整个说 现在是国民党在转型的一个阶段 但会觉得说你都不团结 然后然后这个不不懂的团结 然后一天到晚在内乱 说真的我们除了这些 可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之后还有很多 例如像我刚刚就提到 你说像双层论坛 你看我们反共的招牌被民进党拿走了 现在连跟中国大陆交流招牌被柯文哲拿走了 柯文哲抢去了 所以就是说 当然国民党在这一次 这一次的这个 在这几年一直面临转型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如何找出一条符合在台湾发展的一个道路 我觉得这现在是不管是朱主席 或是江主席过去江前主席之后 都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想我觉得还是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会找出一条 属于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一个道路 这第一个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柯文哲市长这个议题 我想当然我想议会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决议 但是他居然没有知会议会的一个状况之下 而且违反议会的这样的一个规范 然后来强行举办这样的一个双层论坛 所以说真的当然我觉得站在都是议员的一个立场 我觉得这样他对议会真的是非常不尊重 要不然他也必须要告诉我们说 这个非办不可的原因是什么 你要告诉我嘛 如果你办了共计不来 或许我想很多议员还会同意 如果办了还是一样来 那办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在这件事情上 他也必须要给议会跟这一个审查会的议员们 一个合理的交代 为什么你非办不可 这个办的原因是什么 那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讲 当然站在我觉得认为站在整个市民的层面 或是整个全球的一个大环境的氛围 大家当然对中国大陆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 那当然第二个 你如果说你这位是好 没关系 这个国民党现在感觉好像也是拿相跟拜 不跟中国大陆交流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官网也都在骂中共机老台 什么什么的 他不骂 他不交流 我来交流 那你要把原因告诉这些议员们 让他们可以接受 或是让市民朋友可以接受 所以我觉得当然陈沛琪夫人 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存折 说真的 当然可能也是比较这个意气用事一点 他感觉你欺负我老公 叫我们要付95 没关系我就拿出100 101万 可能6万块可以当小费去买饮料喝一喝吧 当然之类的 但我觉得作为政治人物 确实是不需要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我们这就事论事 把市民朋友告诉我们事情把它做好 我想议员们就代表的市民 那选出来代议事 他告诉你 我们就是决议 在在共机老台的事情结束之前不准办 那你就不准办 除非你有很把握 你让我办 办了之后共机不会来 因为他未来要选总统 他有这样的把握 那我想或许其他市民朋友 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还是觉得 柯市长针对这件事情 还是要给我想 给台北市议会这些议员朋友们 一个合理的交代 给市民一个合理交代才是正确的 柯市长还会给大家交代吗 永宏议员 人家柯市长的太太 都把存折拿出来 不要紧啊 你们议会不付钱 反正人家存折里面有100多万 刚才议员有讲 缴这个95万还绰绰有余 说不定还可以分一些 大家去买这个糖水买饮料喝 真的就是有钱就是任性 有钱就是任性 但我觉得他是矫情 一方面矫情 二方面曝露他对于 民主政治的不尊重 第一个矫情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故意嘛 你看好吗 你们不给 那我们很可怜啊 我们自己付钱啊 秀一个存折 而且你看他的薪资都在这边 然后表示什么 表示第一个 柯文哲的薪水都是交给我的啊 存折在我这啊 第二个什么 你看我们家里才这么多钱 100多万而已 矫情啦 说真的就是矫情啦 但更严重什么 更严重是 这个议会 尤其是跟预算相关的 通过预算相关的这个附带决议 或者叫做附加决议 你看你是 因为法律上不同的法条理 有不同用 但意思是一样 就是附带决或附加决议 这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要动用这个预算 你就必须要去 附加决议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 因为民意机关 不然立法院还是地方政府的议会 他是对于你的预算 只能够删减 或者是全部去掉 他不能去要求你去转换用途 他也不能去做预算增加之要求 所以他必须要 就是说这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三权分立 他的议会是 他不但是审理的预算 他还可以主动提出一个法案 要求你要编相关的预算 那台湾的民意机关 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制度不一样 所以台湾有一个就是说 附带决议或附加决议 就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 好 要用这笔钱可以 但是我有给你一个条件 你要达到这个条件 你才能做这件事情 那就等于什么 等于说我已经要求你去改变 你的原来使用的目的跟方式 我给你一个条件 只是因为受限于我们民意机关 跟美国的不一样 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 这个东西是要附加决议 这是简单的法律知识 这也是审计跟预算编列的原则 但是很多这些 我觉得不要说很多 柯文哲不懂 柯文哲的这些官员们 你们就等着未来 等着监察院来纠正你 你们如果真的硬干的话 当然我看起来不会了 不敢了 因为公务员很清楚的知道 我这想要怎么去结算 要怎么去审计 审计部会同意吗 审计部同意 我用公帑来处理这笔钱吗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觉得公务员不敢 第二个 这件事情是要尊重 不是尊重议会 你不要尊重议会 也没有关系 但这是法律跟民主的 正常的程序 那你柯文哲自己 不遵守正常程序硬拗 你市长夫人在那边 这叫不伦不类 真的是很不伦不类 你是在教派人大岁吗 你在家小朋友说 你看如果我们违反了规则 我们就要开始出来闹 这几岁的人啊 是小朋友吗 做了最坏的示范 而且他对于 对于就是说 对于这个法定的程序 不了解没有关系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受过 相关的训练 他的训练是医学训练 但是有市府的幕僚啊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透过民主程序选举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在民主政治的台湾 不是在中国大陆嘛 不是在中国 不是在独裁政权 议会又不是你的橡皮图章 坦白讲 如果是在欧美啊 如果在欧洲对不起 如果在欧洲 其实西欧 基本上就是议会制上制嘛 内阁是从议会产生的啊 政府是从议会产生出来的 不是分开的两边的 权力还对等的 不是议会当然比你大啊 所以才有说 美国的议会是 除了不能生小孩之外 什么都可以做嘛 那你今天所有议会的决议 你不遵守就算 然后你还放任 你的太太出来 在脸书上耍宝 跳梁小丑 然后做最坏的示范 我真的觉得这对夫妻 真的够了啦 真的还好 再到12月24号 他柯文哲任期就结束 我也不太觉得 他当然我大家都知道 他想要选市长 这个司马昭之星 他想要选总统 司马昭之星 但是我跟你讲 因为他的性格就是寄生 他没有地方给他寄生的时候 比方说如果黄山山 选不上市长 他没有其他地方 他没有办法寄生的时候 他这人就没有了 他就只会寄生 他到目前只生不出任何东西 他的人要寄生在市政府 他民众党要寄生在国会 他的喜欢的人 要寄生在富邦去做读董 就是只会寄生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行政资源 没有这个行政机器之后 我觉得他未来就是 只剩下类网红 还不一定是网红 类网红 这我给他最后的结论 柯市长 这个夫妻党真的是 出头有够多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国际焦点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裴洛西 8月份到底会不会来 访问台湾呢 这个部分呢 我真的会牵手